早安 今天是2024年8月14日 星期三 欢迎收看《IT开市直击》 今早我们有东亚证券高级投资策略师陈慧冲 和谭海运陪来一起开市 Jason 今天大师有什么意思? 今天主要是看昨晚出了美国通胀指标 有一个进一步回落 令到美国的债息都是向下的 会否令港股方面有提振呢? 可以留意待会表现 昨天港股收市后 内地出了一个新增贷款数据 创了15年新低 但看到黑期和夜期都没什么跌 究竟是否会持续憧憬救市 以及未来的大市怎样走呢? Jason 都会和我们详细分析 观众朋友 如果你都有投资方面的问题 欢迎来WhatsApp给我们 电话是96133819 或者下载香港经济日本HKETF 在聊天室里讲下你的称呼和留言 稍后会回答大家的问题 现在一起看看上日美股的表现 美股做好的NVIDIA升6% 美国7月份生产物价指数 即PPI升幅低卦市场的预期 增强市场对联储局9月减息的信心 美股高开之后显著做好的 道指收市升了408点 收报39,765点 升幅超过1% 标指升1.7% 收报5434点 纳指升超过2% 收报17,187点 纳指金龙中国指数升0.2% 欧洲股市普遍向上 一提看看焦点科技股上日的表现 Tesla升超过5% 苹果升幅超过1% NVIDIA升6% 英特尔升幅超过半成 另外星巴克因为维权股东施压 撤换行政总裁 股价急升2.4% 以月托政宪形式 在美国买卖的科网股ADR普遍做好 百度和京东都比本港收市高出超过1% 今天即将公布业绩的腾讯 比本港收市高 捷合381.48 腾讯旗下的腾讯音乐 业绩符合预期 大社交娱乐平台的用户大减 ADR股价急跌1.5% 汇控比本港收市高1% 和大家看看亚太区外围的情况 日经平均指数现在早段 升107点左右 升幅0.5% 最新报36,405点 综合指数升23点 升幅1% 升至普通股指数升49点 新西兰50成份股指数最新升54点 这是最新的情况 和Jason谈谈上日的数据 昨晚公布了PPI数据 今晚就会公布CPI数据 先说昨晚公布的核心和整体数据 其实都是低过市场预期 而且比起上个月是有所回落的 7月份的PPI 安年升幅是2.2% 原本市场预期是升2.3% 核心PPI 安年升幅是2.4% 市场原本预期是升2.6% 其中大家看着的数据 就是那个分布 就是服务价 今次是录得今年以来第一次向下 显示物价压力是持续温和 最新预期9月减50点指的预测 又好像赢了一点点 怎么看今次的PPI数据 是否可以乐观预期 未来会减半利息呢 昨晚的PPI 特别是核心的部分 下跌的幅度相对是大 因为如果你计算去6月份的时候 仍然是3% 在一个月内就跌到2.4% 代表着这段所谓的跌幅 都相对是比较夸张 甚至乎比之前所谓的PPI方面下跌的幅度 是更加大的 要留意就是刚刚的Wendy 你也提到 今次的PPI之所以下跌 又不是真的好靠一些所谓的大宗商品 或者能源价格的下跌去帮助 因为如果你看到能源方面的指标 其实今次反而是升了的 过去个月 其实国际的油价就不是怎么跌 甚至乎有一个轻微上升 所以就令到能源的部分 就没什么怎么下跌的 反而就是服务的通胀 今次来说都下跌得比较多 这件事其实大家都觉得比较欣慰 因为如果你看到去年年尾 至今年年初的时候 大家都仍是很担心 就是美国方面一些服务式的通胀 仍然都是很强横 仍是要求高位不肯下跌 如果现在PPI开始 由上游方面看到的价格 开始下跌一点 那会不会令到未来的CPI 譬如今晚出的7月份的CPI 也有机会有个明显的回落呢 所以这一点对于未来美国方面 9月份你说减息 应该都事在必行的 问题就是减息25点子还是50点子 但如果你问我 我觉得减息25点子可能会相对好一点 因为你在经济还是比较平稳的情况下 突如期内要减息两口 减息50点子 可能反而对于市场的信心 会有些动摇 到时大家担心这件事 就不是说再是通胀的压力 反而就是觉得会不会经济 是真是有些所谓Hardlanding风险 所以才要令到美联储要这么急 要减息50点子 所以即使你说近期的通胀回落 但只要其他的经济数据 都还是比较硬正 不见不到一个很明显的 所谓一个叫做硬着陆的风险的话 我相信美联储也是逐步逐步减 那机会会比较大一点 你预期在9月份的议息会议 如果没有很大的意外 都会先减25点子 好了 昨晚看到的情况就是 PPI数据 大家都会觉得是一个CPI的 即是预先的指标 它有一个回落的情况 就是市场亢奋的 昨天看到三大指数上升 道指就升超过400点 纳指就升超过2% 现在回升之后是一个什么状态呢 大家都记得前两个星期 美国就出了一个高于市场预期的失业率 就发生了一个黑色星期一 即是美股有一个很大的下跌 连大日股和韩国股市都是向下 昨天升回之后 其实黑色星期一的下跌后 其实就向上补回了 现在最新的情况是怎么评估 是不是美股下跌 或者这个调整已经是完全完成 例如大家又可以安心 去存回美股的货 当然 未来市场上 仍然会看着美国方面其他经济数据 来验证美国的经济 至少不要说明年 至少今年里 未必会出现一个很明显的房门 如果在一个所谓的 软着陆的大前提下 我相信对于美股 无论是科技股也好 或者其他周期性的股份也好 相信来说就未必说会再有一个很大的跌幅出现 因为说到美过去那两个星期 之所以美股有个比较大的震仓 或者所谓的跌幅 都是来自KV Trade的拆仓 或者Yen急升 令到KV Trade要拆仓 来沽回美股 这个才是主因 但是既然你说之前央行那边 都好像说到短期里面 应该就不会再加息 你看到近期 Yen也算是稳定一些 相信你说这个因素 对于美股的压力 应该会减轻的 而且始终过去的一个月 美股的下调令的原因 都是来自一些所谓技术上的超买 因为你看看 譬如是NASDA100指数 说到6月中的时候 当时的RSI 都升到80流上 这个之前都在其他不同的平台 都分享过 基本上就 看过去的6年 即是每一次NASDA100指数 即RSI升到80流上 每每都在两个月之内 就会有一个所谓技术上的调整 而对上四次里面 普遍的调整的幅度 都是十多个% 即是撇除是2020年初 COVID-19的一次 当时会得比较深一点 就是三成多 但如果你说剔除那一次 另外的三次 其实跌幅都是一成多 如果你说看回今次 看到那个指数 从7月中见顶之后 去到上个星期低位 这段所谓的调整的幅度 大概就是15% 亦是挺贴近过去的三次 那个平均水平的 所以你问我这一阵的调整 去到这些位置 我自己都觉得 应该都七七八八了 如果你看回近期 美国方面出的业绩 特别是一些科技股 AI相关的公司 整体来说我觉得不差 是 你看回在这个多月 虽然指数跌得多 但是那个叫做Bunberg方面的 盈利预测 对于M7方面的盈测 其实是没有下调度的 而且你看回之前 Microsoft Google等等 7间里面出了6间的公司 除了Tesla比较差之外 另外的5间 都是迫到市场预期的 所以我都相信有个业绩 有基本面的大动下 整体的科技股 短线里面 我自己都看得比较 所以我们下期了 我们下期了 感谢观看